字幕提供 今次的細節來說 大家看到我們用石墨電極去電解龍的臭化鈉溶液 做的做法跟剛才一樣 我們會把溶液放進電解池裏面 這次用的溶液是兩種臭化鈉 加上通常機制 進行電解 大家看到我們在這裡來講 我們就把臭化鈉 已經放進電解池裏面 還有我們就把電池的電極 在這裡已經駁好了 左邊是黑 右邊是紅 可以的話 大家看到我們就開始 把電解池 電極 電極開了 大家看到 當電解開始的時候 大家看到已經開始有些氣泡 大家看到在左邊的話 就是腐的電極 腐的電極就會吸引正的陽靈子過來 大家都知道在這個溶液裏面 我們有NA症 做的溶液裏面是輕離子的 大家都想一下 推算一下 究竟哪一個離子 會有反應 至於 正的紅色電極 我們就會吸引 陰離子過來 陰離子在這個溶液裏面包括臭離子 以及在水裏面的氫氧離子 大家討論一下 在這裡面來說 應該哪一個離子 會優先放電 當然大家看到我們現在在出的氣體 其實到時大家同學 如果在做的時候 你們可以將氣體收集完之後 進行測試 在這個實驗單章上 在說我們測試的話 我們就會將它收入之後 就會用一個側面 陰極收集到氣體 然後如果有需要的話 我們甚至在陰極裡面 收集到的 我們就用一個 使館 收集完之後 順便把一支燃燒木條進行測試 看看它是不是氫氣 如果是氫氣的話 大家可以聽到它撲一聲 當然大家看到這裏來說 要等我們的實驗 做到差不多實驗使館裝滿之後 才可以 測試到的 大家看到怎樣才算是裝滿呢 用這個話題 大家看到現在放了一個罐子 就知道了 當你到時把那些使館看到沒有液體的話 也就是意味到那個溶液 就應該是全部排走 裡面全部是氣體來了 然後到時我們再看一下 究竟那個氣體是什麼來的 這個就留給同學 你們做測試 玩給我聽 究竟那個氣體是什麼來的 然後再進行這個測試 大家看到我們點錯著木條之後 其實就是 就是 大家聽到撲一聲 就是證實到這些出來的氫氣 然後跟大家看看我們電解我們的龍的電化甲溶液 我們用的溶液是一個2M的電化甲溶液 大家看到我們已經預先將它放在我們的電解池裡面 並放在這個 加入通銅線劑 左手跟剛才的情況一樣 我們就會加入 就是駁了電池的負極 而右手跟駁了電池的正極 是紅色的 這個時間我跟著就 把電掣 打開 也是12屋 大家在電解的時候 大家看到左手邊 是會有氣泡釋出 而右手邊 同樣留意一下有什麼變化 同樣情況就是 電解完之後 如果氣泡釋出的話 我們測試一下 左手邊那個 會不會氫氣 等一會兒我們再研究一下 出氣體 是不是我們的氫氣 如果是氫氣的話 就會令到 我們燃絲木條 就產生霸明星 大家留意一下 左手邊的氣泡 右手邊 同學留意一下 會不會有些顏色的轉變 好 大家看到 當電解完之後 一段時間之後 你看到 我們右手邊這支 右手邊的氣泡 大家看一看 其實它有一些 啡啡的 的液體 是走出來的 大家會不會想到 這些啡啡的液體 究竟是什麼來的呢 大家會看到 甚至有些抗神 你想一下 我們在右手邊的液體 出來的東西是什麼來的